我相信大家中秋節一定會有一個全家團圓 然後一起烤肉的時間 那我在這邊有一些營養的提醒要給大家喔 首先就是大家在挑選肉類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可能我們會很習慣挑選一些像是培根啊 或者是火腿啊 香腸這類的 來做一個烤肉的選項 加工肉品 這些加工肉品或者是紅肉類呢 其實它已經被WHO呢 被列為是一級的致癌物 也就是說它是不可以吃太多的 那加工肉品是絕對不要吃了喔 那但是像是一些紅肉 牛肉啊 豬肉這些紅肉呢 我們仍然是只有一個建議量的喔 就是一個禮拜呢 大概吃6到8份就可以了 不要再過量 那6到8份是多少呢 如果以我的手呢 大概就是兩個手掌大就差不多囉 就是我們一個禮拜吃的份量 這樣一個手掌是3份的話 兩個手掌就是6份 也就是說 營養師會推薦你的肉品 除了紅肉的選擇以外 我們多挑選一些像海鮮 或者是魚類的部分 來做一個烤肉的選項 蛋白質的來源 像是蛤蜊就非常的不錯喔 它的礦物質含量很豐富 像是鮮啊 它就可以讓我們的皮膚的修復力可以很好 所以其實我蠻推薦蛤蜊可以當作我們的烤肉的食材之一 或是一些花枝啊 蝦子都不錯 那再來第二個部分 蔬菜常常都會被忘記 除了說我們可以用生菜來夾肉片 取代吐司夾肉片以外呢 我們也可以多多挑選一些有顏色的蔬菜 像是玉米筍 或者是甜椒 這種有顏色的蔬菜 木耳都是很好的一個蔬菜的選擇 那最後也要提醒一下 像澱粉的部分 我們既然不吃吐司 那要怎麼樣才能吃的均衡呢 我就會建議大家可以挑選低瓜 或者是我們的紫薯啦 南瓜這類的食材 跟精類的澱粉作為我們的好能量來源 那你就可能可以把它切片 或者是整條洗乾淨 連去烤 然後到時候可以連皮一起攝取 補充更多的膳食纖維喔 那最後就是要提醒一下 我們一定會吃到什麼 水果 就是柚子啦 那柚子它本身呢 有一個特殊的成分 它其實很容易跟我們有一些站在服用藥物的 高血壓的朋友 或是高血脂的朋友 有常常在吃這個 固定在吃降血壓用藥 或是降血脂用藥的 要特別注意 柚子的部分 它可能有些成分會影響這些藥物的代謝 也就是說它可能會促進這些藥物的功效 造成你不小心有低血壓的危險 所以要注意一下喔 我們在有服用這些藥物 吃柚子 或者是吃像葡萄柚這類的 我們要特別的注意份量 如果你只是吃個半碗 份量還可以 不要說很大量的攝取 應該是沒問題的 那當然對於一般的人 一般的民眾 我們一樣建議水果的份量 可以控制在半碗到八分碗就好了 那有一個狹小的提醒 我們在吃烤肉的時候呢 一定不小心會有烤焦呢 這時候盡量一定要把它切除 甚至是整塊就不要了 那如果真的我們還是難免會吃到一點點 烤肉的這些不好的 梅鈉反應產生的一些焦化的這些食材呢 不小心還是會對身體有一些不好的影響 那我就會建議可以補充高維生素C的水果 除了像大家熟知的 像是柑橘類 或者是奇異果這些維生素C含量不錯 那有一個CP值很高的就是我們的巴勒啊 巴勒是一個非常適合搭配我們的烤肉來吃的水果哦 因為它的維生素C含量比奇異果還要好 而且它的價格也非常的皮易近人 所以會鼓勵大家可以準備一大盤的巴勒 全家一起享用 那這邊的一些烤肉的提醒 中秋節的提醒 分享給大家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囉 希望大家過一個又健康又抗癌的中秋節 拜拜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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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take rett